歡迎收看五期冠奇物語 和我一起踏上奇幻之旅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夏浩元 早從20世紀開始 美國有外星人的傳聞就沒有斷過 大部分都是會生會飲的流傳者 但沒有切切的證據 不過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最近突然解密了大量有關幽浮的機密文件 算一算總共有710仙份 這些本來應該是最高機密載隊 為什麼突然之間被公布出來了呢 讓很多人是議論紛紛 不過更重要的是 這些文件的內容 除了有不明飛行物體的募集報告 外星人的調查 還有各國政府秘密在進行的超能力實驗 還有哪些勁爆的內幕 馬上來一探究竟 中央情報局是美國主要的情報機構之一 除了歷歷進行各種政治文化科技勤奏之外 他們還負責一項神秘的領域 從上個世紀開始 關於外星人和幽浮的說法層出不求 甚至全世界各地都有目擊到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 這類超自然的情報蒐集 也是CIA的工作之一 沒想到最近一個知名的資料庫網站 放出了被CIA解密的700多份 有關幽浮的機密文件 資料多達了2780頁 這些資料的內容千奇百怪 有些甚至讓人懷疑 這該不會是電影情節吧 其中1991年 俄國的一個小鎮蘇沙福 突然發生了神秘的大爆炸 有目擊民眾告訴相關單位 看到一顆大火球從天而降 這場爆炸把好幾條街移為平地 在解密的報告當中指出 因為找不到爆炸發生的原因 推論就是不明飛行物導致的 另外這些文件的內容還包括1976年在摩洛哥 有人募集到幽浮 還有軍事官員看到外星人從神秘載具中 走出來等等 這麼多爆炸性的資料一公布 當然馬上引發討論 同時也讓人不禁要好奇 究竟在CIA裡面還藏有哪些不能說的秘密呢 另外還有許多特殊的影像 也被列入調查 光影浮動美得讓人窒息 單單是在地球上看極光就夠壯觀了 但如果從這個視角觀想更是驚人 這段是由俄羅斯太空人上傳到網路上的影片 是他們在國際太空站拍攝南極極光的畫面 但有人在讚嘆這幅美景的同時 發現到有些不尋常的地方 就在這裡突然有幾個看起來不像是極光的物體 混入畫面當中 數一數有五個 大家都很好奇這五個光點到底是什麼 我會說實際上如果有些東西在這個世界上 這可能會比我們有些技術的力量 對中國人或俄羅斯人或其他敵人 讓他們做這種的活動 有專家認為這五個光點 是外星人的飛行器 不過最後拍攝畫面的俄羅斯太空人 跳出來表示原來這些通通都是衛星 續經一場 但接下來的可就難解釋了 其實這並非國際太空站第一次捕捉到未知的外星物體 2015年美國航天局在直播活動的時候 畫面上就突然出現了一個白色物體 後來直播訊號就瞬間中斷 直到今天NASA也沒有說明 直播畫面中出現的究竟是什麼 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一直是個大災混 其實走這三年前就有這麼一個詭異星體 通過太陽系在當時引發 廣告但討論這個不明物體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奇特物體被命名為歐麻麻 在夏威夷語中是偵察兵的意思 根據紀錄是在2017年9月6號 從距離地球約25光年的 織女星方向進入太陽系 在10月7號經過地球 整個過程都被夏威夷實驗室的 繁星計畫超廣角望遠鏡給記錄下來 我們有一個奇妙的新型機器 航空人稱它是歐姆阿姆阿 歐姆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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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我們的空空系統最初的物體 最初的物體被顯示在我們的空空系統 這個物體的外觀其實沒被拍攝下來 科學家根據數據推算出 它長得應該像雪茄這樣的細長型物體 拿撒科學家認為 這只是科普通彗星 不過哈佛大學天文系主任樂部 卻不這麼覺得 他分析这个神秘物体推测应该是外星文明丢弃的科技物品 乐布认为这个物体的长宽比太过极端 不像一般小行星或会星同时也非常明调 移动方式更是特别 一般物体越过太阳之后速度会降低 但它居然有加速的迹象 基于种种原因 他推测这个物体可能是外星文明太阳版的一部分 是利用太阳的辐射压作为太空城推进力来飞行 只是已经被丢弃 更有可能是外星文明发射数百个侦查探测器的其中一个 过去曾经担任以色列太空计划负责人将近30年的教授伊塞德语出惊人 他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外星人真的存在 而且早就和美国政府打交道 双方甚至签订保密协议 在我们人类做好接受的心理准备之前 不能对人类公布他们的存在 说连美国总统也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还差点大嘴巴 不小心说了出来 但被外星组织劝阻了 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类集体歇斯底里 伊塞德还加码爆料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协议 在火星的地底深处有个秘密基地 美国太空人和外星人的代表 都在那里进行研究 过去自称前NASA员工的女性爆料 说看过登陆器回船的影像里 有不明人影在走动 也有优福专家表示 火星地表照片曾经拍到神秘白银 像是远共型建筑物 怀疑就是外星人的基地 而前总统欧巴马上脱口秀节目时 更不止一次对外星人的存在与否 态度暧昧 尽管有专家认为伊塞德是精神错乱 分不清现实与虚幻才会口出狂言 不过既然提到了外星人 那么最受到关注 同时也是最多米团的 那肯定是这里 美国知名军事基地五十一区 一直以来都和外星人 幽浮等议题扯上关系 去年也爆出伊塞和外星人 有关的证据 地图上有个疑似是机器人的黑色人形影像 一旁还有另外一个人形影像 外形相似 但是体积比较小 一位自称是幽浮猎人的民众 多年用应用程式观察五十一区 才发现这里出现了 很像是机器年的图像 如果在程式里选择同一个地点 但不同时间还会发现 这个影像会改变姿势 再用比例尺来换算 这个黑色人形的影像 可能实际是高达16公尺 这名幽浮猎人认为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会动的 大型外星机器人 尽管各种超自然传言 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不过这一次CIA解密的报告当中 还有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地方 那就是提到俄罗斯 一次设计出了一种 接近优服的飞行装置 以及俄罗斯政府 这秘密进行超能力相关的研究 到底是真有外星人 还是一切全是幕后黑手在操弄 相信真相会随着时间 渐渐明朗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来追下去 解密报告当中提到的超能力实验 其实翻开过去的记录 世界各地的超能力实验 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那么真的有所谓的超能力存在吗 我们整理出几件好像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秘现象 一百多年前在日本 就有个被政府认定拥有千里眼的人 而且可不是随便说说 他经过了一连串科学实验 证明自己可以远视加上透视 不过他的下场就不怎么好了 最后还成为了日本经典恐怖电影 真子李 真子母亲的缘形 另外就连美国也进行过 大规模的超能力实验 希望培养出超人士兵 投入战争当中 据说也造就出了具有隔空遗物 限制式预知未来的能力 世界上还有哪些的超能力者呢 超能力又是真的吗 还是幌子呢 马上来一看就近 CIA解密的713份幽浮档案曝光 让全世界的超自然现象爱好者都兴奋物体 除了外星人看各种神秘现象的资料之外 有些内容额外顶甜注目 在这一份C05516145的报告当中提到 苏联和俄罗斯疑似在精心超能力的相关研究 内容包括晶电感应还有念令 如果有病毒 听起来有点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拥有超能力应该是不少人的梦想 瞬间一动 隔空取物 沛费生活中 省下很多麻烦 冷战时期美苏暗中较劲 当时美国政府担心苏联 这秘密K8超感官知觉 来探测美军的低密设施 为了对抗 于是开启了这项神秘的新门计划 新门计划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研究各种的超自然现象 看看是否有办法投入到舰尖当中 作为杀手舰使用 而新门计划当中最知名的 那就属1973年以色列知名幻术师盖勒的超能力实验 盖勒展示用练力弯曲舰尺 盖勒展示用练力弯曲舰尺 盖勒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行心电改定 格图画出CIA演员所位置的足形 相细度还高的经验 让研究人员判断 他真的有超能力 盖勒一系爆红 上片各大节目表演自己的超能力 虽然不少民众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照样轰动全世界 不过最后有一个魔术师跳出来揭发盖勒 说他只不过是在变魔术而已 但身乎奇迹的手法 观众还是买单 时至今日他依然活运于娱乐圈中 至于超能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盖勒坦承自己有时候用了魔术 不过也语代保留的说 没否认自己拥有特异功能 看完西方在东方也有留下 关于超能力的记录 日本明治42年 也就是1909年一篇报道 瞬间造成了轰动 标题上写着斗大的千里眼 内容是有个年轻的女子 玉泉千赫子 运用自己千里眼的能力治疗病患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千赫子从小听力受损 左耳几乎失聪 或许是因为这样 他的感官超乎常言 据说他是在某次 接受催眠治疗的时候 意外开启了千里眼的技能 可以看到远方的影像 小小的村子 因为出了一个超能力者 声名大噪 当然口说无凭 怎么能断定千赫子 拥有千里眼呢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 日军的军舰长鹿丸被击沉 消息都还没传回国内 千赫子就告诉大家 长鹿丸已经沉默 随着他的事迹渐渐传开 三井财阀特地来走千赫子 希望能透过千里眼 帮助他们寻找煤矿 没想到这么一花 真的发现了丰富的煤矿层 这也让它成为日本 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不过就算有再多的事迹 千里眼中规 还是需要经过科学验证 于是在明治43年 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 东京帝国大学 决定对千赫子 进行一连串的实验 给她没拆开的信封 请她透视出信上写的字 没想到这位千里眼女子的命运 从此改变 封筒に手を触れず 正面で投資を行わせた しかし何度繰り返しても失敗 千赫子の繊細な感性が ボロボロ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之后千赫子又在日本各地 接受各种不同的实验 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像是千赫子在进行透视的时候 前面和侧边都不能有人 让民众产生了一种 他该不会是在作弊吧的疑惑 ダメです ダメです 最终在明治44年 才25岁的千赫子 选择结束自己的性命 也让千里眼全说 画下句点 他亲身的原因 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怕自己作假被揭穿 也有人认为是太过强大的能力 導致发疯 真相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千赫子的死 已经不得而知 知道今天超能力的存在与否 还是争议不断 但人类正不断努力 透过科学的力量 想要打造出更完美的个体 或许哪天真的出现超人 也无意外 当人类的基因完全解码 不管是外貌特征 学业成绩 还是职场表现 全都可以透过咽血进行考核 恭喜 对面的讨论 随着人类的基因工程技术 突飞猛进 英国一组医生团队 在2016年 向人类受精于胚胎管理菌 提出了胚胎基改的构效 一旦计划通过 科学家可以在受精卵中修改记忆 让孩子没有先天性的遗传疾病 最近有很多基因 在人类的育胎中 在这个早期的育胎中 并不存在其他状态 例如 他们不存在模式的生物 像猫 或者在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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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当定制胚胎成真 也许会一代比一代更好 但当人类不断追求极致 除了外貌智商之外 燃爆不会又想加上点超能力 或许最后反而会因果至本 之前在网路上面流传了一段 名叫黑烈男神的影片 您仔细看 他的眼睛瞪得好大 据说可以睁好几个小时 都不用眨眼 这实在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他一定是在大家都 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偷偷闭眼吧 我们就用摄影机对着他拍 还真的拍不到他眨眼的时候 还不只是这样哦 他还能够一口气 把58度的金门高粮给灌下肚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说了这么多 您一定会很好奇 到底这个黑烈男神 他究竟是谁呢 原来他是普渡三宫的鸡身 问题是在台湾其他的地方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间 像是普渡三宫的庙 原来他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 中原普渡 突然之间降价 说有个重要的任务 要他来完成 会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一起来看黑烈男神的传奇故事 清晨四点钟热闹的锣鼓声 划破宁静黑夜 喜气的红色棚架下 摆满丰盛贡品 一群黑衣人围着这个 被称为达哥的男子 个个身心紧绷 严正以待 他们聘写商工来帮他们开庙门 也可以请道师或老师 可是他们就是要等商工 亲自来帮他们开庙门 传统刻意中庆祝行庙落成 会找法师主持 但是这一次却不太一样 是直接找神明来帮忙 大哥看起来满脸痛苦 不时扭动身躯 皱眉又打嗝 似乎很不舒服 若不轰隆声响 似乎预告着 接下来的情节发展 只见达哥瞪大双眼 全身贯注 就像是在接受什么讯息一般 一旁的工作人员赶紧围上去 手衣碰着的是烧烫的檀香 顿时火光四茂 喷出阵阵浓烟 只见达哥竟然把手伸 像烧得达黑的檀香 不断往脸上手上拍去 乍看之下 碳黑色的面容加上身着黑衣 样貌竟然与神桌上的普渡三宫神像 十分神似 完颜 眼睛后掌公 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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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口中所说的三宫 俨然一惊降价 收纳英尺 双眼直瞪 不怒而微 而最令人吃惊的是 这双顿的同龄大的眼睛 竟然拍不到闭眼的时候 他如果下来五个小时 他五个小时 他都不眨 扎眼本该是人体防护的自然机制 但在机身的身上 却完全看不到 别说扎眼了 就连眼珠子动也没动 快 帅来 加油 一声令下 除了三宫以外的所有人 立刻别过脸去 里面就是有不好的东西 一定要打开那个妙门很重要 会怕会去煞到你知道吗 然后一定要 脸一定要回避一下 面对未知的煞气 三宫义赴当官万夫莫敌 脚鞋耳欲聋的鞭炮 三宫也是面色无惧 直去烟雾弥漫的庙里做法 历经一个小时 这新庙落成的仪式 才告一段落 我们上床 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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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退假时 达哥像是瞬间断电 顿时昏厥过去 旁人得不断的叫唤 起床了 起床了 上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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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夜迷夢的达哥 犹如大梦初醒 看起来对于刚刚所有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舒适过后 倒像是睡了一觉刚起床的模样 麻糬 OK吗 OK啊 没有感觉 不会啊 不会啊 对啊 要正常啊 这就是新名 他的生威吧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了啦 因为是普渡山康 来借我的路深了 所以不会怎样 对比先前 灰风凛凛的模样 现在的达哥 显得亲切见谈 屏东在地都知道 其实达哥的真实身份 是当地有名的茄子达人 只是平凡的农夫 怎么会变成普渡山公的指定基身呢 故事要从三十年前开始说起 国小二年 我不爱讨厌 那家人都是一直逃学的 连我我爸爸说 这个孩子有什么 变造床都走去 人的大廟 一直看生命一直看 是一个机缘之下 去跟他们拔拔 拔这个拔后 这个生生 告诉我爸爸说 你这个孩子有带天命 他可能也差不多 没多久的将来 应该就要去救世了 真的是天注定的命运吗 听在父母的耳里 当然感觉不可思议 这才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啊 直到身上国小四年级 玄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我的印象很亲密就是 我对人家增香 对人家老虐 我就跟那个世上叫了 结果就是我的主攻就有加 那时候我印象很亲密就是 很多很多阿伯 阿伯 结果我就 因为我还是小屁孩啊 结果我就突然就是 整天都被拔拔了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就说 为什么我怎么这么烂啊 其实哦 那个形无形当中 他是他们在帮我们做 他在帮我们身上 但是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啊 从此之后 这一个才十岁出头的小孩 成了乡里之间最出名 又是年纪最小的鸡童 也许是因为身带特殊的磁场 所以才又吸引了 普渡三宫的降临 我们是最后 我们中华的主 鸡童 上标 好 再上标 好 再上标 十年前就是 我刚刚好 就是我们这个阴地 普渡三宫 他们有三兄弟 刚好是那一年 刚刚好到的鸡 就孙歌 煮碎歌就对了 我就在那儿 陷人开港了 那兄弟就来了 就超神的 超神的 怎么眼睛都不眨呢 对啊 我怀疑是真的吗 一般人 一几秒就会流眼的 不舒服了 可是他是好几个小时 在中原普渡时 突然出现的三宫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又为何突然说要救世 普渡三宫是地下 我们地府有三个神尊 有大宫 宇宫 三宫 那三个兄弟 他的全名是因地宫 普渡三宫 地下最大的 大师也是他的部下 据传普渡三宫 原本是泰国乡里的一位大善人 为了拯救生病的村民 而到山中采药 没想到却务实独物 最后独发身亡 死后辗转成神 掌管阴间事宜 十年前的大普渡时 恰巧遇到拥有特殊体质的达哥 这才因此结缘 而在台湾 普渡三宫既没有祖庙 也没有分灵 可以说是全台独一无二的神明 在当时我和普渡公 夹这个圆粉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普渡公 他是谁做银银银 他的厌貌 我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睡4点多 当时有一个镜给我看 他就显了一个蜜蜜 给我看 结果他就说 他是整个蜜蜜蜜蜜 后边他有盘五基灵 然后他的胳膜 相加跪 他的手他就告诉我 他是生了什么 他就比我看 为了雕刻 普渡三宫的神尊 达哥一无一时 将梦中情景 转述给佛剧殿 对方却摇摇头说 不知道怎么磕 在请人拜托大陆 经验老道的雕刻诗时 也是一再被推辞 我向我们的普渡公说 普渡三宫 大陆那个雕刻 老妻夫也没有雕你 我们的普渡公有告诉我 他有告诉我指示 他说 叫我把他的地址 和他的名字 给他 他晚上要过去找他 隔了两天吧 老妻夫就出口出来了 他现在金身一模一模就是这样 神明跨海寻人 最后把自己的今生 空运回台的故事 让许多人大为惊奇 而随着信徒越来越多 神奇难以解释的事迹 也跟着传开来 他很喜欢看辣妹 然后他喜欢喝金门高粱 尤其是五十八度的这个 信徒说三宫最喜欢热闹 只要有辣妹热舞的场合 几乎就会瞬间降价 而最为人紧紧乐道的 就是五十八度的高粱 竟然是仰着头直接采灌 短短八秒钟 竟然喝了半罐五十八度的金门高粱 第二口同样只花八秒 就将剩下的高粱一饮而尽 而这一段画面 网络上直播更在瞬间 吸引上千人的收看 黑面男神 豔然成为一代网红 十二品 掀开的高粱酒十二品 有的人也是会不信 可是我们都是当场开的 会贴词的人 普渡工都会试给他们喝一杯看看 所以最后都让大家心服口服 曾有人质疑高粱采灌是真的吗 是否有吊包的嫌疑 其实现场拍摄时 一打开瓶盖 站在旁边的我们 立刻闻到浓浓的酒气 实在很难有作家的可能 喝到有时候都说 还有没有酒 他已经都没有酒了 他还会生气 我说为什么带那么少 而嗜酒如命的三公 遇到信徒送酒时 表情也十足有戏 我觉得他很可爱 应该是说 他的行动还有很明显 印象最深刻的是吃凤梨 对他就直接跑到水果摊 然后拿了一只凤梨直接客 三公的喜怨哀乐 让原本严肃的神格 变得齐名许多 一举一动 都是众人目光追随的焦点 而沿途走走停停 都是有许多的信徒前来求助 你刚刚是求什么了吗 最近运气比较不好 然后说骑车要小心一点 然后叫我们说他们热闹来 他们来热闹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顺便 召帮我们过一下运这样子 据传普渡三公 因为掌管阴间的孤魂 信徒大多来询问 仲煞或是祖先的问题 再由普渡三公来查案 还有人原本十分铁齿 但三公救他一命 才变死忠信徒 就是说 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车官 要避过 然后在农历的哪一天 然后那个黄色的车 然后车牌号码是NH97 多少多少 抱歉我已经忘了 然后那一天尽量不要出门 大概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的时候 那刚好请进那个清华大学门口 那因为前面黄色的计程车 紧急刹车 所有的紧急刹车 然后后面的小货车就 没有注意就把我撞下去 但是因为那很轻微 没有怎么样 但是下车之后一整个傻眼 因为那个小货车的车牌号码 就是三公写的那个号码 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 难道这场车祸真的冥冥中 早有安排 一整个头皮疤马 后来有再问三公 三公说 我挡下来了 我说哇 真的好神啊 随行的信徒中 几乎每个人跟三公 都有一段独特的故事 就我本身而言的话 是我太太的身体 感觉我们的普通三公 帮她找到好的医生 让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赶快可以疏远 我们对她的心态就好比 大甲妈祖或者是白沙端妈祖 她的信徒一样 就是不管她走多远 或比如说走多久 都不会还没 这一趟拍摄 其实从凌晨开庙门 一直到绕镜活动 时长超过三十个小时 但没有人喊哭喊泪 而公主达哥跟夫人 更是长达两天没有合眼 在绕镜结束之后 回到宫里 他们还得继续 处理信徒的问题 她真的是蛮美的 拜托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定要 赶快先处理寄生 让他们请乡 然后就请神明帮忙这样 就是随传随到 我以前问候我也不知道 如果还可以 我认识我没有了 对啊 为什么 因为 做起这段路 公开也很辛苦 因为我们把信徒 如果叫得好 我会觉得这是我 会公务 但是人家说 人命关天 我爱面对 全部的信徒 听到信徒 我不好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很遗憾 对啊 我也会自责 达哥在镜头前 难得说出心里话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多希望当个平凡人就好 神明代言人 能够凝聚人心 看似受到众人的拥戴 但是当成为大家 希望所济时 背后承受的心理压力 实在难以想象 刚才做这个神明的代言人 为他的好处 刚才好 保平安 对啊 他说要大夫大夫 不可能 既然他要来 和我们夹这个圆 当然我们是 碰到 我们很高兴的心情 来迎接 如果我今天 如果不高兴 我就不会叫金星了 这十年来 年后就慢慢慢慢 我面部的时候 就变过他的面部 很奇怪 达哥说 也许是因为跟神明 道顶久了 不仅面貌改变 就连个性 也逐渐感染正义之气 就算因为网路爆红 而引来流言蜚语 也不要紧 面对越来越多 来求助的信徒 他始终坚持信念 保持初心 台湾百月之一的 骑来山 有个黑色骑来的别称 就是因为这里 实在发生太多 无法解释的诡异生 登山向导带了将近四十个人 来爬齐来山 到底见到了什么 让他之后 再也不敢爬山呢 台湾百月中 有五月三间一怪的称呼 哪一怪呢 指的就是齐来山 因为这里山市险峻 气候多变 上午的时候还阳光普正 下午突然云雾缭绕 晚上就下起大雨 是台湾山难频率最高 罹难人数也是最多的一座山 1971年 清华大学登山社五名学生 罹难的事件 拉开了齐来山难时的序幕 当时清大师生为了 纪念罹难的同学 募款盖了三座成功堡 让登山客有地方遮风避雨 没有想到从此之后 山难事件不断 隔年在同一个山区里面 三名学生莫名其妙的失踪们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接着又是三名的清大生摔落山谷 避难之后 却传出有人看见了他们的身影 为登山客指路 巧合又离奇的事件 增添了黑色齐来山的神秘色彩 但也吸引到更多人前来挑战 1990年一名登山向导 带着将近四十人的庞大队伍 攀登齐来山 晚上的时候下起了大雨 他们只好远路折扮 却遇上了力魂所力 嚇得他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爬山了 想起这件事情 还心有余悸 1990年11月 资深向导陈显堂 连同其他四名向导 带队齐来纵走活动 一行将近四十个人浩浩荡荡 早上天气晴朗 殊不知晚上开始下雨 隔天一早雨势更大 不得不取消行程 而这一折返 发生了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事件 嚇得陈显堂从此封山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他有时带队 带队 然后到那个齐来山 那那一次他们在下山的 就是说在撤退在下山的过程 有一个受伤 脚受伤的 一个胖子他脚受伤 那他把他们好几个想导 一起把他带下来 没想到他们在下来到黑水 撤到黑水塘的时候 哇 因为好几个人帮他抬 他又很重 当时他脚又摔断 那他们就在那个木屋里面 呆着 呆着 因为想要隔天再上去这样子 指揮手指揮手 北一路叫接着警察 发现目标 发现目标 齐来山的地形特殊 想要到达主峰 车只能开到松雪楼 先向下走到黑水塘 再往上攻顶 回程也是得先下再上 当时救护车 已经在松雪楼待命 但雨势实在太大 连同陈显堂在内的几个向导 实在没有力气 抬着受伤的队员继续往上爬 那边的山灘一旦发生 都很严重 因为他要出来到外面 不是那么容易 进去可能很简单 当天气不好的时候 当人员有状况 要从其他山屋 把人运到松雪楼 虽然只是对面 这个裸木所及 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要不要运过去 可能要花两天 因为黑水塘那个山屋 已经没有门 那门早就已经掉了 你要下雨 那水会溅进来 那他就把那个 用雨衣把它摊开 把它钉在那个门板那边 就是说 让那个水不会这样溅上 没想到后来 大家躺着要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 那脚步声 那个脚步来到他们的门口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门口那边 有个小水花 结果听到 他们就听到 那个踩在那个水外的时候 那个水就这样溅开 这样子 踩在那个水外之后 不但没有进来 他们竟然开始 在这个屋子那边绕圈子 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陈贤堂也风景神经 他心想 下着滂沱大雨 又是三更半夜 哪里还会有人来登山 墨碑 他脑中盘算着各种可能性 还是鼓起勇气 对着外头大喊 外面的山友 如果你要过夜 里头还有空位 欢迎进来 谁知道外面的人 不但没有理他 反而加快速度 不断绕着山屋 最后他就停在那门口 而且 停在门口的时候 而且他们还听到 那种非常非常 那种就是那种 又很愤怒的声音 就站在门口这样 就站在门口 而且透过他们里面的灯光 看就是一个很巨大的黑色的声音 这种山妹呢 有时候会化成人的形 它也有这个能力 这个才能称山妹 在山上有些树影 月亮的影子 或者这个阳光所照射 这些所谓的影子 也容易让我们物以为 组合起来图案 是人的形状 会是错觉吗 但透过黄色轻便羽衣 往外看 门口明明是一个清晰的人影 继续僵尸下去 也不是办法 陈贤堂决定正面对决 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 紧跟着 跟着那个黑色的声音 就是一步之隔 那他们 把它开始掀开的时候 他们在掀的时候 已经看到他的那个脚 穿着登山形的那个脚 很清晰 而且他们觉得 哇 怎么好像很高大 很粗 很高大 他掀到一般的时候 一直滑倒 手一直滑倒 没有那个勇气 真的 连续三次 都掀不开 另外那个比较大胆 那名著名阿秀里 那个大胆 就说 我们要出去了 就拉着那个陈贤堂 两个这样跳出去 很奇怪 他们跳出去 那整个鱼鱼这样拿撞 掉了 外面没有 没撞到什么 没撞到人 两个就滚到地上 陈贤堂和阿秀仔细一看 外头哪有什么山友 一个人影也没有 嚇坏的陈贤堂 马上就联想到 下午时 一名队友差点跌落山谷 向导们硬是把他 从鬼门关拉回来 陈贤堂就敢跪 跪在地上说 这个胖子 这个左颈是我带的 我就有一路要把它 带回去 你放我们一碗 然后 我会烧很多很多金子给你 你碰到如果一个事件 如果当地方便 你就撒一把尿 因为尿一撒人 会有个 有个唤醒器在我们后面 所以应该是 撒一把尿 你会清醒 人以为深夜惊魂就此落幕 陈贤堂祷告完赶紧进屋 没想到 当他把黄色轻便羽衣 挂回门上时 那个黑色狮影又再度出现 索性情势急转直下 只听到碰碰两声 黑色狮影转身 掉头离去 但整个山屋的人 再也无法入睡 隔天一大早 他们火树下山 一个礼拜后 陈贤堂带着一大堆指钱 上山祭拜 从此封山 原住民早期 他们就认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不吉祥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他们 上 经过这个地方 都会看到一些尸体 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会告诫主人说 不要轻易来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个禁地 台湾百月中 有五月三间一怪的称呼 其中一怪指的就是奇来山 奇来是由原住民与音译 原意是白雪矮矮的山头 它位于南头县和花莲县交界处 陡峭的悬崖以险峻文明 而所谓的黑色奇来山 不单只山脉由黑色板叶岩构成 也是因为这里气候多变 山难频传 是台湾山难频率最高 离难人数最多的一座山 今天一个小时节目 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可思议的解密档案 里面的内容 有些实在是太超乎常理 甚至有点像是电影情节 直到今天 还是有许多的科学家 想要揭开外星人和超能力的谜团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奇怪奇物语 如果您喜欢我们制作的节目内容 欢迎订阅YouTube频道 我是夏浩元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见 就是观众 úsica �